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解锁下一个问题啊 关于这个债务重组 这个债务处理这个内容 那么这里啊 其实有些地方是有难点的 但是我说了 咱们不做扩展啊 这块 但是呢 稍微讲一点是基本情况 也可以了 这么一个啊 那么在这里 咱们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这个讲课的习惯啊 可能和你们看到书上是不一样的 我建议你们按我这个来 可能更方便咱们学员来理解它 要非得按那个书上来的话 会有点冲突 会有点冲突的 反倒呢 不好理解 那咱来看一下吧 这个内容 行吗 那首先呢 咱们说 以金赞做债务重组的 那注意啊 咱们本来是资产做债务重组 对吧 但我稍微区分了一下 把金赞先拎出来单说 先拎出来 因为它跟别的不一样 对吧 那这样的 咱们先说债务人这块 债务人这块 我拿金赞做债务重组 偿还我的债务 那注意啊 对我来说 我那个债务这个金赞负债 然后呢 我拿我所持有的金赞来偿债 那么这样也可能是单项 也可能是多项金赞 那注意啊 咱们这里说金赞包括货民资金啊 包括在其中的 对于这类的债务有个账目价值 那么清偿债务 我的金资产 清偿债务的 它也有个账目价值 两者差额接近投资受益 这些镜头收益啊 这块 也不管我是一项金赞 还多项金赞 都一样 对吧 我这些金赞合起来有账目价值 对吧 我的债务有账目价值 两者一差就是我的投资收益 这么一个 然后注意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拿来偿债的金赞是以公运家计量 且变成做其他东西收益的金赞 那咱们知道 这一类的包含其他债务投资 对吧 也包含着一个特殊的其他权益公寓投资 对于这一类的 它累积的加通收益要转出 那么这个转出来 做投收益 如果是债权类的 其他债务投资 或者是利润分配 未分利润 那是什么 其他权益公寓投资 那这个咱们依然按照什么 金赞工具那来 对吧 按咱们金赞工资产来啊 所以就是咱们金赞工资产来学好了 这个截软石跟那是一样的 那么债权人 对于债权这边呢 你是取得了金赞工资产 来替换你原来的金赞工资产 所以这个注意 对吧 那么债人受让包括现今在内的单下或多样金赞工资产的 那咱们说金赞工资产入账 按金赞工工具规定来做 对吧 金赞工工具准备来做 来进行确认计量 那具体来说 咱们注意这样一个情况 咱们看一下 这一定用到咱们金赞工资产那个规范啊 前面讲过的内容 那么说我受让金赞工资产出的确认石 是一些公允家计量 你给我各样金赞工资产 我拿过来拿到手了 我以到公允家计量 当然货币资金就说不得了 就按这个相应的收到金额 那么其他的呢 就按照公允家计量 那么金赞工资产确认时有个金额 我呢 原金资产 原来金资产 也是个债权嘛 那么在这种确认时 有个账面价值 这两者差额做投资收益 这个要注意啊 原债权也是个金资产 相当于我把它出现了 新的呢 收到的这些金赞公允家计量 两者差额做投资收益 一定注意啊 做投资收益这块 但有一个特殊的 说如果啊 我收益金资产 公允家值和交易价格 就是我放弃债权的公允家 等于我放弃这部分债权 换得了一个金资产 对吧 那么和他的公允家有差异的 这个呢 要分不同情况 与确认利益得损失或低延 这个咱们知道一下得了 换句话说 在这个 咱们终极里没有搞那么深 没有搞那么深啊 就知道一下就得了 这样一个啊 后来咱们看小例子啊 稍微看一个小例子 比较简单的 那包括咱们以 那说以往的债务同组 以往的债务同组 到现在新准的下怎么做 都看一下啊 这21年到2月10日 光明公司销售一批材料 给长远公司 含税价格23万4 明白 然后3月20日 长远公司呢 无法按照合同规定 去偿完债务了 经双方协议 光明公司同意 减免长远公司 4万元债务 余额呢 用银行存款 立即偿兴 而光明公司 已经对这个债权提了 1000元的换养准备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经典的 债务重组的立体 原有的 但新呢 咱们新债务重组的价 一样可以做啊 你别说 新债务重组的价 不适用了 照样适用 谁告诉你不适用呢 照样适用 那么光明公司呢 他要账务处理 他这话 那么注意 借养存款 收到的是十几万次 然后呢 贷 贷呢 原集中资产 原债权账务价值 贷用账款23万4 换养准备1000 差额 投资收益 这个一定要注意 我给你们讲 这个就是让你们记住 做投资收益 比如说 应收账款 对于投资收益 对了 关系在这儿 因为如果我写别的几种资案 你还能感觉 比如我放一个债券投资 你还能感觉 哎 他就投资收益 但应收账款 是不是呢 一样是 一样做投资收益 这话 所以这点 要特别注意 那 要长江公司 债务这边怎么办呢 也很简单 对吧 那么 代仰存款 十几万次 借应付账款 234 差额 投资收益 且这个小立体 就上来 牢牢记住 涉及到金融资产 这块 咱们做债务通促 差额 你保管金融资是什么 对吧 保管金融负债是什么 那么 纯金融资金融负债 这个差额就做投资收益 那 纯金融资金融负债 这块 那如果有不纯的怎么办 就有其他资产进来了 一会咱们说 先把咱们说 纯粹的金融资金融负债 做这种重资的 这个差额一定要掌握 做投资收益 做投资收益 这块 然后 咱们说 以非金融资 做债务通促的 那还是资产 但不是金融资产了 以他做债务通促的 那么这块咱们看一下 首先债务人这个处理 债务人这块 那债务人这块 注意 他以单项或多项 总之是非金融资金融债务的 或者呢 我这里还有金融资和非金融资 那都有混在一起的 那么这时候不再区分 资金融出资损移和债务出资损移 也不需要区分 不同资金融出资损移的 因为我有固定资产的 我有存货的 我也有金融资产的 这里的 一律不做区分 那大统啊 大统一合到一起来 只要这里面有非金融资产的 只要这里有 不再区分是公资产 投资房产产 对吧 还是国家投资 还是金融资产 只要这里 还有非金融资产的 一律不区分了 对吧 将所向债务的账目价值 与所转资产的账目价值差额 一律做其他收益 这样的收益 当然这个资产提前准备的 截转机器件准备 所以这个啊 极大的简化了 加收益 注意这个项目啊 加收益这块 千万要注意 那么咱们说的啊 关于那中补助那里 有加收益 有吧 对不对 然后呢 咱们债务虫子这有加收益 要记住啊 这个项目一定会用 这科目一定要会用 而且这一定强调什么 我们这里只要有一项 是非金融资产 只要有一项是 比如说我这有三项金融资产 只有一项是存货 或一项那是其他的 那非金融资产 只要有一个 好了 咱们统统做下收益 那么注意 对于债务来说呢 以包含非金融资产 的处置组 来清扬债务的 我这些处置组当中 有金融资 有非金融资 对吧 我这里面只要包含 非金融资产的 那么将所清承债务 和出资产的负债 整个账目价值 合起来 因为我出资产中有负债 对吧 然后呢 也有我要清承的 就咱们正常来承的债务 那么这两个债务 那加起来 与出资组中资产的账目价值 去比较 这个差额 一律做其他收益 债务从不收益 那这里带来一个问题 这个出资组 没办法 咱们还没学到后面 所以有些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标记一下 到后面 咱们会掌握这个东西 那这个值 只能在这里来说了 没办法了 那所以在这标一下 听吧 那如果我出资组 所属的三资组 或三资组合 是按照资产减值准则规定 分摊了 革命中那个商欲的 那么同样 这出资组 要包含分摊过来的商欲 一起结转掉 那如果说 他提减准备的 那么减准备 跟这个要走 这个资产那部分 资产那部分 这么一个 这个呢 咱们就先知道一下 你学到啊 是有代售 那总经营那块 咱们才知道这东西什么意思 那所以先说一下 这是呢 这个债务人这边就这样了 然后债权 债权这边麻烦 那首先 所以资产枪债务方式 做债务成组的 那么债权 充实受让的 各项资产 然后说了 除了金融资产以外 其他资产 那么其他资产 我怎么入账呢 注意 其他的 只要不是金融资产的 债务人说 我得入账啊 好了 是按照 下令原则 以成本计量 以成本计量 明白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 债务人受让资产的成本工程 不包含金融资产啊 不包含这个 明白 那么其他都什么呢 比如说 我受让的资产属于存货的 那他主要成本 是放弃债务价价值 加上 实际资产达到当前位置状态所方的 直接归属于资产的 税金运入费 装业费 保险费 所以什么呢 就是我支付的对价 加上 咱们说 构成存货成本的那些费用 这一个 那如果是金融资产的 也是我所放弃的债权 它的供应价值 我的对价 又放弃债权了 然后呢 取得金融资产了 那么 他主要成本这个 加上 使这个金融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发生的 归属于他的税金运入费 装业费 安装费 专员服务费等等 那这跟咱们 供应资产的是一样的 对吧 只不过我的主要成本是什么 分给他的 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这样一个 那如果是无形资产的 投入房产产都一样 放弃债权 供应价值 供应资产的 那么其他成本 包括是供应资产达到 预定用途 发生的 据费 对吧 投入房产产呢 是这归属于 这投入房产的税金 这类的 然后有个特殊的 长头 长头这个注意啊 千万千万注意 不能企业合并的 因为如果是企业合并的 咱们说了 前面提到过 按照企业合并 怎么来做 关于债务筹主来做 对吧 但如果不企业合并的 那剩什么了 联企业合影企业了 对联企业合影企业长头 合并以外的长头 按照放弃债权 供应价值 作为主要成本 加上归属于 这个资产的税金 那所以这个是咱们合并以外 方式长头 它的入让价值 支付对价 顾应价值 加上相关的税金 所以你会发现 债权受到这些资产 它的成本 和我们正常所取得 这些资产的成本 是一样的 支付的对价 加其他的这些成本 只不过这里支付对价 债权说了 我放弃了一个债权 按支付对价 顾应价来走 这么一个 那么对于放弃债权 这个你也处理 那我放弃债权的公余价值 和账面价值 它的差额 既当于随意 这个做投手仪 这个做投手仪 就是我原来的一个债权 应收的债权 那现在就转掉了 我原来有个账目价值 顾应价转掉 差额投手仪 顾应价转掉 转哪了 转到我所受让的那些资产的 成本当中了 这么一个啊 这样一个问题 那如果是多项资产呢 债权人这块 刚才说的是单项的 如果是多项怎么办 多项这时候注意 因为多项这里面就可能包含着 金融资产了 所以注意 我受要多项费金融资 或者既有金融资 又费金融资在内 这个时候注意 金融资产部分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先来圈几两 金融资优先 一定注意啊 咱们呢 金融工具准则出来之后呢 金融资是优先确认的问题 咱们有一堆资产来确认 它是优先确认 对吧 就按金融工具准则优先确认 这个金融资 然后剩下的那些 是非金融资产了 你们可以分配了 对吧 所以按照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 其他各项资产 在债务重组合同生肖日的 当日的公允价值比 去分配 分配什么 它的成本 这个成本什么呢 就是放弃那个债权的供应价值 减掉我受让的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对吧 分配这个金融 得到每一项 那么非金融资产的入让价值 每一项非金融资产的入让价值基础 对吧 那么以此为基础 分配确定各项资产的成本 那这个也是咱们说的 说一揽的构是多项 没有单独标价的资产 公允价值 咱们说按公允价值比例 对吧 如果还包其他资产的 那么按照类似办法 那这就是什么 多项没有单独标价资产 按其公允价值比例 与分配 分配的这个基数是什么而已 基数是什么 我放弃债权有公允价值 我受让金融资产有公允价值 两者差额就给你们其他的 最是金融资产优先原则 那么再一个债权受让处置组 对吧 就是人家连资产费产都给你的 连资产费产都给你 对吧 你等于受让了这个出资组 等于你收到了一堆资产 加上负债 好了 那么对于债务人 以出资组去上债务的 债权人一看 这里面 我先看有没有金融工具 有没有金融资产金融负债 有金融工具的 先来处理 对吧 所以呢 对我出资组当中 存在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 按金融工具 准则来计量 就是供允价值入账 先看金融工具 对吧 金融资产供允价入账 金融负债供允价入账 还记得吧 咱们前面金融资产金融负债 专门讲过 它的入量价值 供允价值 出有确认 然后剩下的那些 剩下的各样资产 在 在什么 按供允价值比例分配 对吧 在债务重组合同 顺允价值的 供允价值比例 去分配 分配什么呢 你注意 分配呢 这个对价是这样的 对于债权来说 放弃债权 有供允价值 对吧 承担债务 承担债务 有供允价值 对吧 这有两个啊 然后扣减掉 受到金融资产 它的供允价值 之后的那个金额 给你们那些 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以外的 其他资产 给你们 然后以此为基础 分别确定 每项资产的成本 是啊 咱们还是 那个供允价值比例去分摊 只不分摊的基数 是什么而已 对吧 分摊基数是什么 这么一个 这比较特殊的 要注意的 所以咱们始终用了 咱们最初学过那个 对吧 只不过最初学的时候 简单 说我分摊基数什么呢 我们的买价 花的那个钱 现在呢 分摊基数不一样了 在咱们前面 非换的交换当中 那么咱们分摊基数 是我支付的对价 就是什么 换出的 非换资产 它的估计价值 对吧 这类的 对吧 你多下来 弱的时候不就这么分吗 对吧 那如果有凶散的 先扣掉 剩下你们按比例分 在借务成功当中呢 就是一次一次的来看 我放一战事供应价值啊 对吧 受让这个凶赞的 供应价值啊 减差 对吧 如果成了借务的 那要把它加进来 那就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就无论如何 咱们算好这个基数 是什么 然后按比例分 它就完了 那关键是这个基数是什么 所以所有都是 套这么一个公式而已 对吧 但如果将受让的资产 出的组 它会出有类别的呢 又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 对吧 那像这类的债权 化为持有代售类比了 出使劝使 就比较一下 假定不化为持有代售类比的情况下 出使劝使 和供应价值 减出费用的进额 赎低原则来计量就行了 那这个呢 就麻烦一点 麻烦点在哪呢 这个咱们只能 你标一下联系 我们后面却有代售这个 只能跟那个结合 否则没办法理解 那在这还没讲到呢 我只能告你 先这么标一下 好吧 咱们看例子 先看例子啊 说2020年6月18日 奖司向影公司销售商品一批 那么应收影公司款项 入上金额90万 应收占款90万 金融资产出来了 那么奖司呢 把它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就打算我一个持有 然后收回来 贪于成本 那么乙公司呢 是应付占款 分类为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到了10月18日 过了四个月了 双方呢 签了个债务公主协议 为什么呢 我们上上去吧 说乙公司呢 说以一项 作为无形产核算的 非专利技术 偿还这个款 那以这个来偿还 那么这个 无形资产账面余额100万 雷贪销10万 以提准备准备2万 所以账目价值88 10月22日 双方办理完成了 无形资产的转向手续 支付评估付费用4万 那么当日 当日这个注意 贾公司应收款项 顾问价值87万 以提换向准备7万 一公司应付款项 账目价值仍是95万 那一定注意啊 我放弃债权 为止知道他公用价是多少 为止知道他公用价是多少 这块 那么在之前 咱们说是多少 在这原来95万 对吧 原来95万 对吧 然后呢 在10月22日 办手续的时候 那么已经变成87万了 提了7万的 准备准备 对吧 然后咱们分配看一下 债权人处理 对吧 债权人这块 注意 10月22日 假公司取得无形资案 成本是支付对价的顾价价值 加上相关费用 对价呢 是87万 评估费用4万 相关费用4万 合计准备一 那么看下这账户处理啊 账户处理 那么 所以借文资兰就是1万 刚才算出来了 对吧 87加4 对吧 然后呢 我负责对价是什么呢 注意 贷应收账款 借 换项准备 那么注意啊 这俩合起来多少 这俩合起来 88万 对吧 88万 明白 那我这个文资兰注资价值多少 公寓价值87 加4万的税费 对吧 货物费用 那么贷应存款4万 那注意啊 我公寓价值是87万 账目价值88万 差额 投资收益 对吧 那么这个投资收益是谁的 我这个移动账款的账目价值 和公寓价值的 这么一个啊 然后借文这边 借文这个处理这样的 10月22日 对吧 这一块 那首先 首先 他借这个债务对吧 借应付账款95万 不再承担了 对吧 然后呢 他付出什么呢 无形资产 所以贷无形资产 借呢 他的雷探销减准备 对吧 他付出无形资产 差额 做哪 差额 那这个时候注意 只要不是 纯的 准备资产这块 那么 这得偿债的时候 借文的处理就是什么 其他收益 对吧 7万元 7万元 那就完事了 那就完事了啊 这块 那好了 咱们这个啊 就衍生一下 边持有待寿的问题 变成持有待寿的 这块啊 那么有谁听不懂的 也没关系 你就先标一下额了 先标一下 然后呢 等学到持有待寿 再回头再看一下 好吧 那接这个例子 他假定啊 当时 江湖管理层决议 说受让这个非专业技术之后呢 在半年内 就要把它卖掉 而当日啊 无印资产 其供应价值是87万 预计啊 未来出售时 会有一万的出售费用 那么他已经满足出售代售 确定条件了 那这时候 处置进额多少 86万 那供应价值87 然后出售时 有一万的费用嘛 对86万 那这时候注意 那这个无印资产呢 处置确定 如果不考虑去代售的话 我入价值是91 如果考虑去代售 顾应价价减出售费用 是86万 熟低原则 按谁来 按86来 对吧 熟低嘛 按无印资产入账 91 对吧 按处置进额 86 熟低 按86 所以照顾处理这样的 这个科目要用 借 持有代售资产 明信 无形资产 注意 86万 然后呢 然后 带羊存款 还4万 带英雄战馆 那么注意 注意啊 这个比较特殊了 原值95万 提供换项准备7万 这个差额 不做投资收益 因为这个差额什么呢 哎 关于这个资产持有代售 引起来的 对吧 持有代售 引起来的 多少呢 做资产 减值损失 比较特殊 这比较特殊 所以这个问题 不太好理解 你们先标一下 先标一下 对吧 咱们学了持有代售 这话 再回头看这个问题 那因为他这个 就是那么规定的 所以咱们先标一下 这个东西啊 好了 再看例子 说19年的 那11月5日 那么 咱呢 向以销一批材料 还是价234 明白 20年9月10号 咱因为发生财务困难 不按照合同约定 常管债务 通知上债务同质 那 以公司的同意 说咱们是 尤其是摄影的产品 作为公司管理 自己设备 加一项 债券投资 合起来 提倡务 那切款 那注意这里含着金融资产了 那含着金融资产了 金融工具了 然后注意 当日啊 这个债权公允价值 210万 那一定注意这时间啊 但是公允价值210万 对吧 那么 那么 奖司用于抵债的商品 市价 关税的是90万 抵债设备 固定价值 75万 然后呢 抵债的债券投资 市价 23.55万元 23.55 对吧 那么 说 铁资产 20年的9月20 只要完毕 那么 发生设备运用费 0.6万 那 以公司呢 这块 发生设备的安装费用 1.5万 这个要注意啊 以公司又单发生 这个安装费用 单发生这块 那么以公司拿到债权 是 胎成本计量的 你会 所以呢 他曾经提过多少啊 提过坏账 准备920的时候 你会 那么这个时候 债券投资的市价 市价是21万 那以公司将受任了商品 设备 债券投资 分别作为公司资 那 分别作为第一小品 公司资 可以供应加钱 且并做当机水平均资 因为 在你那一面 注意啊 注意这块 因为这个注意啊 在你那一面 你是可能作为呢 什么 其他债券投资啊 或者是呢 债券投资啊 我这边可能就是什么 交信金资资 我拿到 是什么目的就行 要不 按照我的来 只不过有一点啊 就是什么 它是金资资 它是金融资产啊 这话 这么一个啊 然后甲呢 是以贪用成本 计量这个债务的 都是贪用成本啊 双方债券债务都是那 贪用成本 然后920时候 它有底债的商品 成本是70万 你在设备账面 原价150 雷哲就40 以贪用成本 18 然后呢 债券那个 是贪成本计量的 它以贪成本计量 第一类的 对吧 那么债券 票面的 总额 是15万 债券的票面利率 实力利率一样 按据付期 假定 假还没有对这个债券 却利息收入 而当日呢 假欠以的这个债务 整个账目价值 还是234万 那920这块 然后都是一般大税人 增税率13% 经那税务交易核定 这个交易当中 商品设备的 债务价格 分别是90万 和75万 不考虑加消费税费 不考虑加税费的问题 那么首先 债权人的处理 那么债权这块 因销品的增值税是多少 算一下 90乘以13% 11.7 有个增税 对吧 然后设备的增税呢 75的13% 9.75 然后接下来 咱们来算一下 对于第二样品和公典赞 是按照公允价值比例 对放弃的债权公允价值 扣除 数量金融赞公允价值之后的金额 按公允价值比例 然后对这个金额 做分配 分别入账 因为呢 数量金融赞就已经空兴价入账 对吧 所以是什么 整个的210万扣掉 整个210万扣掉呢 数量金融赞之后的金额 分配给你俩 对吧 所以第二个比例多少啊 它比例90乘以90加75 这是公允价比例 乘以分摊的数字 分摊时注意 211 注意 减缺23.55 但注意 还有什么 还有税的问题 这两个税的减掉 对吧 建议11.7 减缺275 之后 给你俩的一分配 211分90 那么公允资产呢 正好分75 正好分过来的 那你得有算的过程啊 要算的过程 然后 你的账户处理920的时候 那么 借211分90 借呢 他需要安装 所以再建工程 这别忘了 人需要安装的 75 对吧 税一样税一样增税 两个税合起来 214500 交易性经货资产 21万 那交易性经货资产 21万 这个要注意啊 有人说不对啊 不23.55吗 你刚才分摊时 那个数啊 注意啊 那是分摊的时候 分摊是按合同日的 对吧 而9月20我才取得 取得时 才入账 对吧 所以他是21万入账 对吧 那你说那个差额哪去了 那个差额挤到投资收益里 对吧 那个差额挤到投资收益里的啊 然后呢 我这债权当共价值是 对吧 还是234万啊 这话 然后提换准备还是19万 差额做投资收益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是最容易弄乱的 最容易弄乱的 因为 9月20我才取得 我的固定赞 第一小品这个好办 因为当时已经摊完了 已经定下来了 只有交信中赞 例外 因为这天我采取的当日是21万 对吧 但是啊 你要注意 有人说 那你为什么不拿21万分配 为什么不拿21万分配 注意 其实咱们合同签完的时候 我就已经算这个部分 已经在算这部分了 对吧 所以肯定是什么 按合同日的价值比例来算 对吧 所以当时减的是23.55万 对吧 但是呢 等你入仗时 已经变成21万了 等于你中间有一个变动25,500 就跑到投资收益里了 这么一个问题啊 然后紧接着 正常之后安装成本 代价值管建栽工程 15,000 最后呢 转雇代价值管建核资产 76,000 这个比较简单了 对吧 那么债务人这块 他让注意 债务人这块 对吧 那么也9月20日这块啊 他简单 他简单啊 那么首先工程材转清理 对吧 贷工资产 那150 原值借累折旧 40借检准备18万 对吧 差个工程材清理 对吧 然后呢 他要发生气力费用啊 所以贷洋葱碗借工程材清理 6,500 对吧 注意啊 这6,500 估计到人家成本当中 对吧 那是你假发生的 你说跟我没关系 我只算我的成本 所以呢 这是什么 这是假发生的 影响他的损迷 然后紧接着 注意 他的应付还有多少 234万 借应付账款234万 代工资产清理 代工资产清理 92万6,500 代工资商品成本节转 对吧 都是账品价是节转啊 工资产清理 92万6,500 代工资商品 成本节转 代工资商品 账税21万 21万4,500 代债权投资 成本 成本 15 剩下倒计差额 挤入其他收益 都挤进来 所以这里的难点 就在于 这个乙那块 乙呢 我在分摊的时候 是按照合同日的那个 对吧 但是呢 我入让时 注意 那个金融赞会变度 那也没办法 按取得日 供应家人来知道 只有这一块 有问题 所以那个差额部分 只能做什么 这段时间呢 损疑了 投资收益 好了 然后呢 咱们说一下 这个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这块 这种债务成组 那么这个咱们也是 分债务人债权员 我一直对于 要给大家讲 这块 那么债务人这块 这样的 如果啊 像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方式 债务人这块 说得了 原来是对你欠债 你现在变成 股东了 这块 那么按照权益工具 的供应家计量 因为对他来说什么呢 等于心确认 一个权益工具 心确认所有的权益 那块 最爱提供应家计量 但如果权益工具 供应家计量 不能考计量 那没办法了 按照清偿债务的供应价值 对吧 要么本身 供应家计多少 就有多少 要么呢 按清偿债务供应价值 来计量 这么两个 所以权益工具入账了 权益工具入账了 那你的债务呢 就清偿完了 所以你结转 因此 所向债务有个账面价值 与权益工具 他的确认金额 对吧 你按哪个金额确认 就要跟哪个放进来 两者减差 差额 做投资受益 因为这也是 金融工具的问题 对吧 整个金融工具啊 权益工具 对他来说 也是个金融工具 所以这个又回到了 金融工具的判断问题上了 那么做投资受益 你得一定要注意啊 前面说 我拿金融资产来偿债 如果是纯金融资产的 那么做投资受益 对吧 但如果有一项 不是金融资产 那混杂非金融资产的 咱们做其他受益 但我现在是权益工具 他也是金融工具 所以又回到投资受益上 赞明了 那么对于债务来说 那因为要拿这个 又债务成组嘛 所以发行权益工具 支付的税费 这类的 那么依次充减 资产工具 资产工具 卫生利润 那这个跟咱们前面说的是一样的 发行权益工具 发行的税费 那么充减到什么 资产工具 资本移价 资产工具不足充减的 充资产工具 不足的话 从卫生利润 按资产利润 跟前面这都一样 说过的啊 跟我们呢 说 比如说 发行股票 取得投资啊 这类要求都一样啊 然后看债权人的 那么债权这块呢 注意 他这块等于拿到了一个 对呢 这个债务人的股权投资 那你股权投资 就有一个分类的问题 分到哪里 所以这注意 对吧 说债权通常是比较 受让金融资产的规定 做债务通筑 因为他什么呢 可能作为的交易金融资 或者是其他权运用于投资 那这两个都金融资产 按照规定 按金融资产来入仗 供应价值 但如果说 我取得对方股权 形成了企业合并的 那这不好意思了 这点按企业合并就不来做 所以我们在这里啊 就绕开了企业合并的问题了 因为就按企业合并来做 我在这里就不解释了 这么个意思啊 那在这里看小例子 那看小例子啊 但这例子也不小啊 咱们好看一下 这19年到2月10日 蒋公司从影私购买一批材料 约定呢 六个月后 蒋公司要结清款项 一百万 那么注意啊 这个假定没有重大融资成分这块 没有重大融资成分这块 那么乙公司呢 对差这块 把个融资款这块 做供应家计量 并做当期损资的金融 分到这里了 这个要特别注意 他可不可以啊 可以 可以的 而蒋公司应付账款 他是以贪于成本击凉的 贪于成本击凉的 很特殊啊 你没有 很特殊的 然后 到白十二日 蒋呢 因为无法支付货款 和乙协商这样控制 那么最后决定什么呢 商定了 乙公司将这债权 转为最假的股权投资 那十月二十日 乙公司办结了 最假的增资手续 那这天办完的啊 办完了 那么贾和乙 分别支付手续费 那相产费用 一个1.5万 一个1.2万 那注意啊 双方这个不一样的啊 双方不一样 一个是增资的 一个是投资的 这个费用 明白 那这个债转股之后啊 贾公司总股本 100万 你呢 持有抵债股权 只占25% 那多数部分呢 多数部分呢 那是别人占的 你不能等个都是你 对吧 然后呢 对贾具有重大影响 长头缺义法 那么贾公司股权 供应价值 不能可靠几两 然后贾公司 应付款项 账目价值 仍是100万 注意啊 啥时候 10月20 10月20 这块 那 然后 给你说了一下 说呢 19年630 应付款项 应付账款 应付款项 贾公司股价值 当时都是85万 那 那这个注意啊 这个要注意 对贾义来说 意义不一样 那贾义来说意义不一样 然后呢 8月12日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这两个 贾公司 都是76万 那么 10月20日 应付款项 应付款项 贾公司价值 仍是76万 没动啊 从8月12日开始没动 然后简直不好 相关税费的问题 那对于债群来说 要注意 那么 以的账户处理 以的账户处理 首先 630的时候 630的时候 注意啊 它是个金融资产 对吧 所以供应加热变动 进当损益 所以什么 从100万变到了85万 所以代交易性金融资产 供应加热变动 借供应加热变动 损益 是5万 那630 然后注意 8月12日再次发生变动 再次发生变动 这块 对借供应加热变损 也带交易性金融资产 供应加热变动 9万元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多少了 76万了 7月6万了 明白 那么10月20 10月20的时候 这个要注意 当时还7月6万 那么以对奖司的长头 支付的对价 就是我放弃的债权供应加热变 7月6万 加限制税费 1.2万 因为长头重大影响 零企业的 所以支付对价 供应价值 7.6万 加上税费1.2万 合计7.7 对吧 然后呢 账户处理 注意 注意啊 借产产品投资 那么咱们已经定下来了 77万2 对吧 然后支付对价 两个 一个是交易性金散 对吧 交易性金散 那么带交易性金散 对吧 成本100万了 供应价值变动 24万 那么注意啊 这个时候账本价值 就等于供应价值 因为没变 对吧 另外一个呢 是税费1.2 带一样存款 和解最长头 如样成本 这样一个啊 因为当日啊 这交易性金散 账本价值 账本价值不能考计量 所以呢 除了确认 这个权益工具 供应价值 按照清偿债务的 当时供应价值 这时候有用了 平时我的债务意义是什么 胎账本计量的 只是到这个时候 又供应价值了 76万来计量 权益工具的 然后要充解啊 一番权益工具 发生的相互税费 1.5万 所以这个账务处理 要注意 整个账务处理 那么贷售资本 是100万的25% 25万 贷资本价值 资本价价 这块 那么这个呢 按说应该多少啊 应该是76万 减去25万 对吧 减25万 应该多少啊 正常 正常来说 应当是51万 但是呢 但不能直接起来 因为我们又发交易费用 1万5 所以是 76万减25万 51万 51万 减去1万5 资本工具资本一价 49万5 那1万5 在这儿大 一样存款 对吧 然后截转我的 应付账款的账面价值 金融负债的账面价值 100万 差额做投资收益 对吧 那其实相当于什么呢 这一块 其实相当于什么 就是我整个这个债务啊 当时76万 对吧 76万 我说那相当于我发行股票 76万 对吧 然后偿还这个债务 偿还这个债务 那么差额做投手仪 对吧 全一工具嘛 全一工具啊 差额做投手仪 然后发股票呢 整个发行76万 那么石油资本25万 对吧 然后顺着做资本公金 资本公金因为发生交易费用一万五 所以充电了一下 就这么一块 这么一块 所以这个呢 要注意 对于呢 债权一说 有难度 对吧 对于债务人这方 没太大难度 它相对简单 然后再有 缺其他条款 这个 对吧 债务成功 缺其他条款 那么咱们也分别看一下 债务人债权人的 债务人这边 说如果啊 缺其他条款 导致债务要重举确认 那么 我们等于有个新的债务 对吧 所以债务人用公允价值计量 重举债务 因为对他来说 是个新的 对吧 原债务重举确认了 然后产生一个新的债务 新的债务 是金融负债 供应价值计量 那我终止确认的 原债务有个债务价值 我重组债务 等于新的债务 确认有个供应价值 两者差额 做投手仪 还一样 因为对他来说 依然是用金融工具 来进行债务重组 只要是纯金融工具的 都做投手仪 所以你看 那债务转权益的 它是金融工具 权益是金融工具 然后呢 血液债务条件 是个新的债务 新的债务 依然是个金融工具 金融负债 所以这依然做投手仪 明白 只有是什么 有那个资产 那个例外 对吧 然后说 如果血液其他条款 未导致债务重组认的 或只导致部分重组认的 那好了 未确认的部分 还放在原来那里 基于是原来台语成本计量 国家计量 并做当机损赢 或其他适合方法 做汇计量 因为没重确认 依然留在那里 对吧 这么一个 那么对于 台语成本计量的债务 那好了 因为毕竟修改条件了 虽然没有重确认 修改条件了 债务人 根据重新议定的 合同限制流量变化情况 重新算下 这个重组债务的 账本价值 那相关利得损失 依然做投资收益 依然做投资收益 有个变动的问题 明白 那么对于修改 那或出于议定合作 产生的成本费用 这个 这个呢 要调整 修改后的 这个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那么在修改后 重新债务 顺利期内 贪销 对吧 那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咱们说 发这个利益调整 对吧 咱们前面讲金融负债 发行债务 然后有差额 几差额 做利益调整 就那个意思 对吧 就那意思 所以呢 在顺利期内去贪销 这样一个情况啊 然后说一下债权人 债权这块呢 如果修改其他效果以后 导致全部债权中的确认的 那等于我有个新债权 中的确认原债权 所以新债权 重组债权 以公允价值来计量 因为它是个金融资产 对吧 还是个金融资产 不债务入账 对吧 那么新金融资产 有确认挺好 我债权中的确认 原债权有个账目价值 差额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这块 对吧 但如果呢 血液下跳以后 未导致金融资产 中的确认 但是投资收益 投资成这样变化了 那这个时候 一样 我们重新计算一下 这个金融资产的账目余额 然后呢 相关的变动部分 利得损失 就当其损益 投资收益 也一样 也一样的 那么对于修改 或者重新议定合同 产生的所有成本费用 一样也是调整 修改后的金融资产目价值 也相对利息调整部分 所以在血液后的 就用在盛期内 做摊销 那么这个问题 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一旦涉及到 咱们金融工具 那血液条款这个问题 对吧 又涉及到重新确认 其实就比较麻烦 所以在这里 咱们也不去举例了 这要注意 咱们终极到不了 那么深的程度 咱们就我们 应该掌握的程度 来讲这个东西 那这是咱们说 常规的这种债务重组方式 对吧 然后呢 说如果以组合方式 做债务重组的 把这种组合在一起的 那么咱们分别来看一下 说债务人这边 债务人这块 对吧 说我债务重组 是以三千堂债务 债务者有权益工具的 确认一下条款 组合来进行的 那么这里 咱们排个实验后顺序 对吧 首先 是权益工具的这块 那么咱们说了 债务人处确实 按权益工具供应价值 明白 那么权益工具 供应价不能考计量的 按锁强债务的 供应价值来计量 权益工具入账 注意这个顺序 然后 对于修改其他条款 形的重组债务的 那修改其他条款 那部分 确认和计量重组的债务 按那规定来做 明白 然后紧接着 锁强债务的账面的价值 与转让资产的账面价值 以及刚才 权益工具 重组债务 劝金额 对吧 跟这几个去砸差 差额 做 其他收益 祸头收益 什么时候呢 注意 如果我在清偿 那债务时 我转资产 里面 只要有一项 非金融资产的 只要有一项 是非金融资产的 咱们一律做其他收益 如果没有 注意 我的权益工具 金融工具 对吧 我重组债务 金融负债 然后我转让资产 都是纯金融资产的 这个时候 做投手益 这个时候 做投手益 这么一个顺序 注意这个 明白 然后看债权人的 债权这边呢 注意 也是从方来进行的 一般 适同就是 等于做了实际性修改了 明白 然后债权这块 要注意 首先 它是金融资 优先 一定注意咱们的顺序 永远都是金融工具优先 金融资产优先 这块 债权就金融资产优先 债务那边的 金融负债 那权益工具 优先 对吧 这样一个 所以 首先 债权这边 咱们说 以公允价值伎量 我们最新的 新产生的金融资 和受让的新金融资 你看 你给我的这里面 有包括修改条件后的 对吧 也有给我的 你看对不对 修改条件后的 是一个新的金融资产 你给我的 也是金融资产 那这两个 都是供应价值出的 他先优先 对吧 然后紧接着 剩下的各项资产 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 剩下各项资产 那么再带入 重组 恒动生肖日 当供应价值比例 去分配 分配什么呢 分配 放弃债权 在恒动生肖日 它的供应价值 扣除掉咱们前面 受让金融资产的 对吧 重组债权的供应价值 之后的这个金融 做分配 然后得到每一项资产 它的入账的成本基础 在每个 而放弃债权 供应价值 与呢 这个账面价值的差额 做投资收益 做投资收益 那其实这个呢 咱们知道这么一个顺序 就行了 对吧 那么咱们说 混合重组那块 所谓的 永远是什么 金融工具优先 债务那边 它是权益优先 对吧 先是权益 然后呢 是重组后的债务 然后再去考虑 我那些资产的重组的问题 对吧 那么债权这边呢 一个重组后的债权 加上受让精赞 它那些优先 剩下那些 你们公价比例分配 就这么一个啊 那么对于这个呢 咱们涉及到金融工具的这一块 其实都比较麻烦一些 都比较麻烦一些啊 所以呢 咱们这个相关立体 就有一定的争议 有一定争议 对吧 那么书上呢 给的立体当中 就最后一道立体 有点问题 是有点问题的 那好了 那个呢 咱就不去花这个精力了 那你会发现啊 我们分换交换一样 加上也一样 涉及到那金融资产 那个其实都在有意无意的回避 所以相关的 搞的比较麻烦的 修改金融工具的 那个条款条件 那个咱就不花那个精力了啊 这样一个 那这样的话到这儿 咱们这个债务重组的 基本账务处理 就差不多了 那咱们一定要适可而止啊 说搞的太深了 没必要 特别让金融资产新增的 这些章节当中 这个特点特别明显 因为他有时候 不加思索的这个出处人 把直接把这块东西拿进来 那或者直接把我们准则东西拿进来了 或者指南里东西 这个不是很合适 那考试又考不到生动 我跟你讲多了也不合适 咱们一定要有个度 对吧 有一个度啊 变化 咱们说不是不能讲难 而是要注意这个度 就这么一个 所以债务重组到这就可以了 要就按我讲的这些来掌握 那好了到这儿 我们这一章又结束 然后到这会儿 这一章就结束了啊 那么咱们新增的 其实不算新增的 只是改头换面回来的一个 教育重组 一个飞幻的交换 这两个内容 那到这儿咱们可以讲完了 到可以讲完了这块 那么在这里啊 注意 因为咱们说新增的章节 其实是不一样的啊 这些 我把这两章放到一起连在讲 就是希望大家注意 这两章的特点 明白 他这里涉及到我们的金融工具 这个问题 都是有意无意在回避 所以你不要呢 虽然咱们说是有联系的 但不要节外生枝 搞过于复杂 没必要 好吧 那好了 我们这张内容呢 就到这里 就到这这块 那么相同的 我们连续两章这个内容 连续两个内容 我希望大家呢 把它好好把握 但是我认为主体上是关题 以及 他也不是说不能出主问题啊 但肯定不会考 特别麻烦 肯定不会把和复杂的 据工具问题 混在一起考 没这个必要 好吧 那这就是咱们来讲的 债务重组的内容 那咱们到这可以稍微修一下 然后打算迎来一个 不同的章节 那这一章呢 就很不一样了 租赁的问题 所以大家先修一好 然后咱们来看租赁怎么学